回到康县后,陆云罗整理起了这个朝代开酒楼需要的一些准备和规划,还有前期的预算。 算下来之后发现,想要在太荣城最繁华的地方开一家像样的酒楼,前期投入至少得五千多两银子,这还只是前期,还不算后期管理的诸多事业。 他后面肯定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打理的,除了酒楼之外,还有化妆品啊,面膜啊,还有高纯度的白酒。 还有他农地里种出来的各种稀有蔬菜和水果,以及各种饮料,冷饮,甚至还有火锅等等。 若是每一样他都去开一个铺子的话,那他岂不是要忙死? 他虽然喜欢赚银子,他也不希望自己最后为银子打工。 陆云罗躺在堂椅上晃悠着,思索着自己的下一步,也许,他可以试着将这些整合到一起,换一种方式。 第二日,陆云罗在康县买下了一座店铺,上下两层,里面还有个小小的庭院。 要去木匠那里,定做了一块排饼,不过一日的功夫就已经做好了。 天下农商会,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,往大门上一挂,他这个店铺就算是正式营业了。 路过的人都纷纷抬口望去,光看名字,实在是不知道这是卖什么的。 就连银霜也不知道自己娘娘到底想卖什么。 陆云罗将早已准备好的超大宣传页往门口移植,然后自己拿着毛笔在屋里不停地写着什么。 王达是县城一家酒楼的老板,因为这几日对面也开了一家酒楼,为了招揽顾客,用亏本的价格来吸引顾客。 两个月过去了,顾客基本上都被拉走了,若是对面再不恢复正常价格,他这酒楼恐怕是要维持不下去了。 这天下午,王达愁眉苦脸地从家里出来,在去酒楼的路上,忽然发现街道角落里一家一直空置的店铺竟然开门了。 王达皱着眉看了那店铺名字半天,想不出来这是什么店,目光落到门口的宣传页上。 本店供应各种美食菜谱,酿酒秘籍,饮料配方,等等等等各种配方,心动不如行动,快来加入我们吧。 美食菜谱? 王达笑了,这家店铺老板还真是高笑,这美食需要什么菜谱吗? 无非就是蒸和煮嘛,还需要什么菜谱,分明就是唬人的。 王达摇摇头,准备离开。 哎,你不是王老板吗?快进来坐坐。 陆云罗刚才起身活动了一下,就看到这个王老板从他门口走过,连忙笑着上前。 他之前在这家酒楼吃过两次,虽然味道不咋的,不过他家用料都挺多,很实惠。 他眼下正愁没生意呢,正好就从这王老板身上开始吧。 王老板对于这个陆公子自然是有印象的,柔貌气度皆是不凡,就连自己的小女都看上了这位陆公子, 还私下里让他去提亲呢。 这陆公子气度不凡,一看就知道是高门大户里出来的富家公子, 自家小门小户的又是女儿家,哪好意思上赶着去提亲啊。 王老板也不好意思拒绝,当下便跟着陆云罗进了这天下农商会的铺子。 陆公子,这是你开的铺子? 是啊,今天刚开张。 王达意外地看了他一眼,在他的印象中,这个陆公子品行还算不错,怎么开了一家这样的店呢? 门口那纸上写的内容他刚才也看过了,其他的东西他不懂,但是这美食他还是非常了解的。 什么美食菜谱? 说的难听一点,可能就是想骗骗那些不懂行的人。 当下,王达就对这位陆公子的印象大打折扣,陆云罗察觉到了王达的不喜,也不解释,反问道, 看王老板愁眉苦脸的样子,是不是酒楼出什么问题了? 一提到这个,王达便叹了口气,这件事也不是什么秘密,也没必要瞒着,当下并把自己的困境给说了出来。 若是生意再没有起色,我那居云罗这个月恐怕要关门大吉了。 开了五年的店,多少都有些不舍。 陆云罗拿出一本上午写好的册子递给了他。 看看吧。 王达疑惑地接过那本小册子,只见里面写着各种菜肴的名字,只是这些名字他许多都从未听过。 比如这什么红烧肉,红烧排骨,红烧鱼,什么叫红烧呀? 再比如,这什么麻婆豆腐,回锅肉,蒜苗炒肉丝。 这前两个虽然知道是什么食材,可啥意思他是一点都看不懂。 你看看你想吃哪个美食嘛,说的天花乱坠都没用, 只有让人亲自品尝了才会知道这是美食,才会知道它真正的价值。 王达虽然有些疑惑,不过还是随便点了一道菜,比如这红烧排骨。 他实在是好奇什么叫红烧,而且这排骨是肋骨的意思吗? 一般不都是熬汤喝的吗? 陆云罗让银双去后面的庭院做这道菜去。 没过多久,里面就飘来了阵阵的香味。 王达一脸好奇地勾着脖子往里看,怎么这么香啊? 要知道,就算是做肉汤,那也是要炖好一会儿才会有肉香味出来。 当下倒是对这红烧排骨充满了期待。 想到门口牌子上写的内容,再看一眼眼前一脸淡定的陆公子。 王达忽然觉得,这位陆公子说不定真的懂一些食谱,也不一定呢。 耐心地等待了一会儿,瓶双端着一盘色泽鲜亮的排骨出来了,上面还撒着细碎的小葱花,散发着腾腾的热气。 王达从未见过此等菜肴,在陆云罗的试衣下拿起筷子品尝了一下,顿时瞪大了眼睛。 口感紧实,味道鲜美,却又不柴,好吃,真的是太好吃了。 他活了这么多年,还从未吃过这种做法的肋骨。 若是将这道菜放到他们酒楼,即便肉类小贵,也绝对会吸引众多顾客前来的。 之前他还觉得美食没有什么配方可言,现在觉得可能是他自己从未吃过,自己还是坐井观天了。 周公子,不知你可否将这道菜的食谱卖给我入海? 王老板只想买一道菜的食谱吗? 我这里可是有很多种的。 王达立刻惊喜地看着他,若是其他菜也能这么美味的话,那他的酒楼可真的就有救了。 不过想来,这食谱的价格也一定很贵,当下一脸愁愁地问道。 不知陆公子打算是什么价位呢? 我这个店呢,规矩是这样的,想要得到这些菜肴的配方,就必须要成为天下农商会的会员。 成为会员之后呢,可以享受天下农商会为您提供的各种菜肴食谱,而且后续还会提供各种研发的新产品。 以后呢,还可以给你们提供专门的食材,价格肯定会比市场价低。 您可以先看一下,他罗列了很多的规则。 包括会员也是有等级的,有一星,二星,三星的。 像酒楼这种,一星会员的话只提供美食食谱,二星会员的话加上各种饮料的配方,像奶茶呀,果汁呀,之类的。 三星会员可以再提供各种高纯度的白酒、葡萄酒之类,并且后期有任何的新品种都优先提供。 他内农装那么多的新品种蔬菜和水果,到时候都可以给酒店优先供货。 当然了,要做天下农商会的会员,初期需要支付一定的押金,然后每年是需要交年利润的一定比例作为会费。 店铺的牌匾上也是需要加上天下农商会几个字的,类似于二十一世纪的加盟店。 但不同的是,他这个农商会不仅仅只是做美食,还有酿酒、化妆品、饮料之类的。 后面他要是再想到什么,再往上加。 一家店年利润的5%也许并不多,可加入的会员多了之后, 这钱可就不少了。 当然,为了保护会员,同一个地方,一定的范围内是不允许有两家农商会的店的。 相应的,这些食谱配方之类的,若是私自外传被农商会发现,也是有很严厉的处罚机制的。 后面肯定还会遇到其他问题,到时候再相应完善吧。 王达越看越惊喜,其他的不说,就说这一星能给的美食食谱就有二十几种。 若是买的话,必定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 而他现在,只需要一笔一百两的押金,后续根据年利润来交会费。 这对于他目前的窘境来说,简直是天大的喜事。 当下想都没想,就同意加入了这天下农商会。 第一个会员就这么诞生了,陆云罗直接把银双给他们派去了,算是专家亲自上门指导吧。 聚云楼的厨子学了三天,几乎将炒菜的各种花样都学了一遍。 而炒菜用的植物油由陆云罗这边提供,虽然炒菜的美道成本提高了,可是比起那些没滋没味的菜,这样的菜贵上一点,一点都不为了。 聚云楼关门斜眼了三天,第四天的时候,重新挂了一个牌柄,聚云楼三个大字下多了一行烫金的小字,天下农商会No.1。 重新营业的聚云楼很快就火爆了起来,原因无他,只因为里面的菜太好吃了,火爆到什么程度呢? 整个康信的人几乎都在讨论这家聚云楼的菜,但凡吃过一次之后的人回到家里,再看看那些没滋没味的菜,基本上都吃不下去了。 有了聚云楼火爆的例子在先,一些聪明的人闻到了赚钱的机会。 聚云楼的菜那么好吃,如果加入农商会就能得到一模一样的菜谱,那他们把店开到太荣成,岂不是更加赚钱? 有这样想法的可不止一个人,大批大批的人涌进了农商会的铺子里。 陆云楼只料了一句话,必须要有合法合规的店铺经营手续的人才能加入。 这句话,顿时拦住了大批的人,不过,有的人行动力差,也总归有行动力强的人。 几天之后,就有人拿着太荣成精灵店铺的文书找到了陆云楼这儿。 陆云楼被案登记以后,这才将菜谱拿了出来。 天下农商会的第二个会员便就此诞生了。 后来,陆云楼也没空去管太荣成那个会员生意怎么样,因为找上门赖的除了酒楼之外,酿酒、化妆品等等也被人咨询了。 高纯度的白酒很快也火了起来。 喝过这种烈酒之后,再喝以前的酒,那就像喝白开水一般。 这种白酒很快卖到了太荣成,太荣成的酒铺也很快开了很多家。 不过一个月的功夫,陆云楼这会员费和押金着实收了不少的银子,光是酒楼的会员就有二十多家了。 等到了年底,这酒楼的会费再一上交啊,陆云楼光是想一想,就觉得美滋滋。 很多人发现,只要成了农商会的会员,生意基本上加加火爆,越来越多的酒店老板慕名而来。 陆云楼这才发现,再不将压榨菜籽油的方法交给左明,这油就要供应不上了。 当天下午关了大门,带着一小瓶的菜籽油来到了仙府。